聖誕節又來了 除了買禮物之外 我們當然要佈置家 那究竟買真樹好 還是假樹好呢 有團體估算過 如果你看到2015年 全香港大概放了 或者買了大概4萬棵聖誕樹 其中有大概2萬多棵是膠 而1萬3千棵就是真的聖誕樹 我手上這棵聖誕樹 你會見到它是用了很多種 不同的物料造成的 包括你會見到其實是膠 然後有些布 然後你會見到其實它這個花盆 亦都是用了鐵或是膠 混合起來然後混合而成的 現在以那個回收政策 就是以1號2號為先 其實我們平時進入的水瓶 或者是洗頭水的 那些個人護理產品的那些瓶 我也有看過某些標籤 它們說的是最月稀最丙稀 這些膠 多數都是一些說 不好和不好的 其實是回收價值來說 相對是偏低的 亦都是很難准拿一個回收 中國就開始收緊了這個回收物的限制 很多我們過去可以出口 去到其他地方 東南亞的一些廢膠項目 其實現在無論是中國 或者是東南亞其他地方 他們都說是我們不收這些膠 那不收這些膠的時候 這些膠去何從 最後就全部都落實去對填區 處理它的時候 其實你一燒 它就在釋放一些有毒物體 而人們聞到這些有毒物體 它會有些會致眼 這家裡的那些是很高的 商場那些呢 商場的那些 那麼高 那麼高啊 這個這個更高 有10呎 好像有一個 對比一些比較低的 還是比較高的 這些 這裡看到真的聖誕樹 很多都是說一些蟲樹 蟹樹 或者是在美國進來的 一些叫做貴族蟲 這棵東西製造了出來 到運去要賣的一個地方 到那個人買完之後拿回家 到最後它又丟掉了它 整個環境過程裡面 它究竟有多少的探牌坊呢 Bonnie說 環保署自2016年開始 回收兩米以下的天然聖誕樹 多數會先將它們打成木碎 變成堆肥 或者是一些可在生燃料 但是燒的同時 又會釋出二氧化碳 那麼如果膠的聖誕樹 用到五年 那又是不是真的環保一點呢 如果計算碳排放的話 其實一棵膠的聖誕樹 衍生是多過真的聖誕樹 11倍的 所以你就要想一下 你這棵東西究竟要 融多久 你才可以攤勻 聖誕樹怎樣可以保養 就是保養到整個月 有些水噴上去 那座下面才會有水 噴的水後其實會保養到 二、三、五 沒有問題 多數人會有聖誕樹 對呀 因為中國新年來 一些人不擺 所以大家無論是買 真還是膠的聖誕樹 之前都要三絲 或者可以去舊世軍 選一棵二手的膠聖誕樹 也可以用廢物升級再做 這樣就可以減少浪費了 這是個遊戲 這 bounds要開始 是去休閒話 和開始做 做 intro 你 做 你